8月8日,2019年《水利方碑》海外华侨华人大联欢活动在国家游泳中心水利方举行。 活动现场《文化中国水利方碑》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优胜选手获颁相应奖项。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、国务院侨办主任徐游生,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兴, 北京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齐靖,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, 志工党北京市委主委严奥双,北京市政协副主席杨毅文等相关单位领导出席活动,并为获奖者颁奖。 齐靖在致辞中指出,不同国家、不同年龄的选手在歌声中跨越了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, 拉近了心灵的距离,也在歌声中领略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,激发了学习中文的热情。 我们要把这项以桥为桥,以歌传情的活动,持续做下去,而且要粤伴最精彩, 也希望各位选手,广大乔包,能够更加延续水利方所凝聚的爱国精神, 弘扬中华文化,传播中国声音。 联欢活动在主题曲《欢聚水利方》中拉开帷幕, 来自31个国家,50个分赛区的100余名选手纷纷登台, 与国内知名演员、奥运冠军共同献议, 演唱了《千年之约》、《互相的云》、《龙的传人》等歌曲。 最后,全场合唱《我爱你中国》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。 活动现场还颁发了最高人气奖、最具潜力奖和优秀组织机构奖。 澳大利亚珀斯赛区的尼一鸣获得最具潜力奖。 他表示,这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, 回去后会好好练中文歌,明年还来参赛。 2019年文化中国水利方碑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 是由北京市政府乔办、北京市政府新闻办、 北京市国资公司共同主办的一项大型公益性侨物文化交流活动。 本届大赛以乔新助梦水利方、贡谱华诞新乐章为主题, 共1300多家海外乔社、华文媒体、中文学校等参与承办, 规模为历届之最。